在日本逃跑 當然是不開心 傷心 但人生經歷過太多 爸爸媽媽先走了 一對狗仔逃跑 我覺得要接受 當然是 因為26年 想不到 有時候覺得 臨出門和她拜拜 想不到突然見不到她 其實我們經常有聯絡 上飛機也有聯絡 但突然被早晨去都沒有聯絡 有少許的心也有少許知道 後來她家人 全家人 姐姐 姐妹 都上來我家 我已經知道了 有少許壓力 因為我已經習慣了 是另一個生活 很慢活 喜歡怎樣就怎樣 化妝 應酬 那些應酬是覺得很辛苦的 不是這麼接受到的 但我又覺得 出來之後 每個人都賺你 你還保持得這麼好 又很開心 搞到我現在 找回以前的朋友 娛樂區的朋友 iz你 都知道 你不是這麼接受嗎 是 你等著 那個人 你 我 coaster 我擔心 我超過 你 走 我